哎 你说啦 啥 叫我吃饭呀 还要喝酒 那个啥 我跟我媳妇申请一下 没办法 我这个家庭地位你也知道 行行 我待会跟你说 媳妇 那想点个事呗 说呗 雷哥今天不是把他们家那个 煲米都给卖了吗 想请我吃饭 叫我喝点酒 能去过 不能去 你没有那时间 我有空啊 家里的活我都干完了 不是那也没钱呀 不能去赶紧给我推了 不去了 那行吧 啊 雷哥 啊 我晚上我就不过去了 最近 兄弟我手手手手有点紧了 啥啥 今天晚上你买单呀 他他他买单 那你不能去 不能去我 啥你你媳妇给你两千块钱 哎呀你没办法我从 咱们兄弟俩人 我从小就感觉你就有出息 你看你长大你娶个媳妇 你都逼我 等等啊 拿着 啥意思呀媳妇 咋的 就他有媳妇呀 你没媳妇呀 在那想办啥呢 真是的 啊 啊 雷雷雷哥 啊晚上我能去 啊行 我醒客啊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一切消费 二公子买单啊 你媳妇 还让你去红浪漫洗个澡 搓个背呀 哎呦你妈 多担用时间呀 能洗完澡到后半夜了呢 啊 给都拿着 我还无信了 不就个洗个澡吗 今天晚上你花不完这些钱 你不要给我回来 全部都是你几个听到没呢 那 那我可能洗完澡 就明天早上六七点钟呢 没事 静静的玩啊 把磊哥的那份也给磊哥掏了 听到了没呢 啊磊 磊哥啊 行行行 我马上到啊 哎呀那我走了啊媳妇 啊 今天晚上可以不用回家啊 你不想买啥呢 那咋的 我也是有钱的呀 不分手行不行 你起开 你放开我 来我问你 我昨天生日你干嘛去了 昨天我不是看你生日 我去单位给你准备点惊喜 我跟你说 我当时在你们单位那个院子里头 给你摆了一个 那么大的一个新型蜡烛 上边撒满玫瑰花 可浪漫了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挂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响的鞭炮 那鞭炮 可成了我跟你说 象征咱们的感情 长长久久 哎 绕你们那个单位的院子 满满一圈 你还好意思说呀 你不知道我在哪上班呢 还给我准备急一些 你是给我准备急一下是吧 然后呢 昨天晚上整个市的消防车都来了 那场面多壮短对不对 他们过生日的时候 能有这场面吗 啊 你不知道我在加油站上班呀 你准备那么多炸电 准备火灶我呢 是不是呢 你不知道我在加油站上班呀 你准备火灶我呢 是不是呢 你那不是帅吗 没有考虑那么多 一心只想着送你点浪漫合金 哎呀 行了行了 别说了 咱俩分手吧 从今天开始 就你这晋商 我怕拖累我家的后代呢 分分分赶紧分 嗯 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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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分呀 啊 那个 实在要分的话 我 我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说 哎 你不是有个闺蜜吗 你介绍我认识一下 你干 合着你在这等我呢 是吧 我那那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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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给我等着 快点啦 快点啦 完了啊 哎 来啦 来了 这儿呢 哈哈 这就是我闺蜜 你回来了 什么呀 我还治不了你呢 听村里人说 我就是这家刚离婚 这就大家 哎 先生你好 你贵心啊 你谁呀 我家门关着呢 你怎么进家呢 那么有个份儿 有个份儿我就进来 我今天来呢 是有一件大事 想和你商量一下 嗯 说 事情是这样的 我不听村里人说了 您刚刚恢复这个单身贵族 嗯 嗯 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呢 最近从这个海外 国外啊就是 新进口的这个一批 美女机器人 哇 美女机器人呀 我马上听说了 叫她馈着 她就不敢站着 还会做家务 还会炒菜 没问题 什么家家 我们公司的这个美女机器人 那都是一比一 高仿真的 就这么大颗 前途后焦 金发币 贤惠温柔 只要你把它买回家 每天只管充电 什么家务活 脏活累活 通通他做 而且 你还不敢说二 你让他炒东 他不敢往西 别说了 到底多少钱 价钱吗 就 说您这个数 两千呀 好说 什么两千呀 二十万 二十万 我没钱 没钱没事呀 我们公司还有这个贷款业务 你看 您这房 还有您门口那片地 那 问我们公司贷个二十万 那绰绰有余啊 真的呀 真的呀 走 前后走去 走 今天快递出 我的机器人回来了 哎呀 又可以做幸福的生活了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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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他身材 不错 啥呀 哎 怎么是你呀 怎么是你呀 不是 离开我几天 这打扮的都不一样啊 哈哈 我还说离开你 我好好打扮打扮自己 然后架个好的下降 怎么是你呀 我怎么了 我花二十万买的机器人 不是不会就是你吧 就是我呀 就是你 哎哎哎 你走吧走吧 我才不会一起过 我孩子 哎 等等 完了 二十万块钱 还给我再走 我又没家你哪二十万 你给来谁问谁要钱 我还也没了 二十万也没了 干什么事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